黄教授 据我所知 我们系有五个男生 都收到了面试机会 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 性别因素不是原因 你考虑多了 黄教授 黄教授 这个实习机会而已 等你点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 是公平 如果因为我是女生 他就不选我的话 这就是不公平 我不接受 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 第一个女博士 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 二十年前考察出一百趋势 黄教授说了 让你明天去找话一套 其实他很看好你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这个条件 你以你想象的筋劳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这个是我的论文 有人已经找话给我的 还催着我提遇见的 你应该知道是谁吧